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厂商Cerebrus恰好在一年前申请上市 尽管其尚未迈出这一步,但现在以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时间保持私有化 Cerebrus在10月时表示,该公司已获得11亿美元的新融资,估值为81亿美元 试图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慧晶片市场上与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挥打竞争 在其IPO招股说明书中,Cerebrus称,自己是一家用于训练和运行人工智慧模型的晶片设计公司 该公司优先考虑盈运一项基于云的服务 人工智慧模型可以使用该服务来处理传入的查询 去年9月,在Cerebrus申请首次公开募股后不久 该公司就面临公众批评,称其过于依赖单一的中东客户G4R Cerebrus在寻求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 Krios批准基于G4R更大的地位时遇到了障碍 尽管推迟了很长时间,但私人市场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估值足够乐观 预计将在2021年的40亿美元基础上翻一翻 该公司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Andrew Feldma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Cerebrus仍有意上市 他不认为这表明对某一种选择的偏好 他认为他们面前有巨大的机会 在拥有巨大机会时 不因资金不足而让他们擦肩而过是明智的做法 Feldman曾在5月表示 这家初创公司计划在2025年上市 目前已有较多高估值的人工智慧公司 在私募市场上筹集了大笔资金 数据分析软体销售商Databrex最近表示 即将完成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 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 OpenAI日前表示 辉达计划向该公司投资至多1000亿美元 用于建设资料中心 Enthropic在9月初宣布 该公司获得了130亿美元的融资 估值达到1830亿美元 据悉 参与Cerebrus本轮融资的投资者 包括1789 Capital Alpha Wave Altimeter Capital Atrice Management Benchmark Fidelity Tag Global 和Valer Equity Partners Feld们称 所有人都会为投资者 为你的IPO奠定基础 而感到自豪 他补充到 这笔新资金将用于扩大美国制造业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他们增加了8倍的制造能力 他们计划在未来6到8个月内 再增加4倍 不过Feldman 拒绝谈论最近的财务状况 该公司在2024年第二季度 创造了约7000万美元的收入 相比之下 一年前同期不到600万美元 今年以来 Cerebrus已经讨论了 其从Hogging Face Meta Notion 和Proplexity那里获得的业务进展 在此背景之下 三星电子表示 第三季度记忆体晶片的销售额 创下历史新高 三星电子预计 在人工智慧 AI需求的带动下 晶片市场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明年将专注于最先进产品的量产 三星的业绩回升 反映了传统晶片价格的意外飙升 由于行业转向生产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 传统晶片的供应受到挤压 而资料中心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 三星电子10月底表示 其当前一代HBM3E晶片 正在出售给所有相关客户 这表明 它已加入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的行列 向人工智慧晶片 领导者回答 供应最新的12层HBM3E晶片 三星的晶片业务是其主要现金流来源 第三季度营业利润达7兆韩元 约合49.2亿美元 同比增长80% 三星的记忆体晶片业务营收 创下26.7兆韩元的历史新高 高于去年同期的22.3兆韩元 三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人工智慧投资持续强劲的推动下 半导体市场预计将保持强劲增长 三星公布 7月至9月期间的营业利润为12.2兆韩元 与此前预期的12.1兆韩元基本一致 该公司表示 展望第四季度 人工智慧行业的快速增长 预计将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近期大宗晶片销售的繁荣 对这家韩国晶片巨头来说 无疑是一大利好 此前 三星未能及时抓住 人工智慧晶片需求飙升的机遇 而其 同为汇达晶片组的主要供应商竞争的对手 SK海力士 则从中受益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 三星能否凭借下一代 HBM4晶片 缩小与SK海力士之间的差距 三星表示 其HBM4样品正在运往主要客户 并将于明年集中精力进行 HBM4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压注于不断增长的需求 据报道 SK海力士将于本季度 开始向客户供应下一代 HBM4组建 并于2026年全面开始销售 而美光在HBM4市场上 被认为稍显落后 报道称 由于美光在满足主要客户 回答所要求的效能方面遇到困难 传出可能需要重新设计 HBM4产品的消息 一旦进行重新设计 生产工艺的调整 可能需要长达9个月 这意味着其在明年实现量产的 可能性较低 分析指出 美光若持续落后 不仅将措施回答近期的主要采购机会 也可能在新一轮AI伺服器订单中 被含厂排除 市场预期 短期内 HBM4市场仍将由SK海力士与三星主导 美光能否在2026年重回竞争行列 将取决于其HBM4设计修正 与良率提升的进度 HBM4是一种具备更高频宽 和更高能效的先进半导体 由于其能够支持爆发式资料处理速度 被视为人工智慧 AI产业和高耗电资料中心市场的重要解决方案 另外 与之配套的通讯领域博通也开始加速 不仅早在6月 便抢先发布 Tomahawk6网络交换器 新品出货时间 更从两年缩短至一年 力图稳定在以太网络架构 九成式战略 日前 回答创办人黄仁勋迫不及待宣布 旗下首款采用西光子CPU技术的网络交换器 得到甲骨文与Meta支持 今年第四季 台积电最先进2奈米制程 预计启动量产 CoOS先进封装产能稳定增量 在日本雄本 美国亚利桑那 高雄 新竹宝山等地新长照 预定时间进入量产 截至目前为止 台积电不断强化竞争门槛 逐一实现发展蓝图 眺望2026年 台积电也将直面最重要的一意 实现西光子 CPU共同封装光学量产 意味着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 这一意一旦顺利攻克 意味着OpenAI云端服务巨人们 打造的AI工厂 所苦恼的资料传输通路堵车 血耗延迟 前进归宿的难题 将有机会迎刃而解 达成高传输 低耗能的梦幻目标 且让AI资料演算时 跑得又顺又快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